Delete这个路由 Delete就是删除嘛 删除我们只需要传一个ID就可以了 根据我们之前的设计 所以说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首先在controller里面去建一个方法 content delete block 这个方法 然后我们只需要接受一个ID参数就可以了 写个注释 ID就是要删除博客的ID 然后这个地方跟更新一样 我们也去返回一个true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DeleteBlog给它导出出来 保存 然后在root刷里面 把删除的这个函数给它引用过来 引用过来之后 我们在删除博客的地方 把这个地方删掉 然后直接去result version DeleteBlog 然后把ID传过去就行了 ID和这个一样都之前已经定义过了 然后把这直接拷贝过来就行 如果result是true 就返回一个successmodel eros就返回一个errormodel 当然这个地方改成删除博客失败 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用postman进行测试 这就比较简单了 对吧 然后把update改成一个delete 然后ID我们写成个4吧 随便写一个 然后这个body里面就不用填任何数据了 因为删除也不需要post发送什么数据 只需要把ID传过去就行了 然后我们send一下 ok iron number等于0 这个没有问题 这样的话 这个整个的这个Blog的入手就算是已经写完了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干嘛呢 还需要把那个登录那部分给写完 我们先关掉 关掉之后我们打开这个 登录的这个user.js的这个路由文件 然后呢 当然首先第一步我们肯定还是要在controller里面去创建一个叫user.js的文件 然后在这个user.js文件呢 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函数 比如说我们叫login 然后它需要传入肯定是username和这个password 对吧 就登录嘛 肯定要验证这个username和password 当然这个文件是那个controller里面的 就是控制器里面的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这儿肯定是要先使用假数据对吧 先使用假数据 那什么叫假数据呢 我们就可以简单的以为 如果user.name等于张三 并且password等于123 然后就return true 就是它是张三或123就是处 假数据嘛 对吧 我们就先假定这样 然后不是 就是return false 少了一个这个 OK 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个 函数给它导出出去 好保存 这样的话 我们在路由里面 把这个函数给引用过来 引用过来之后呢 control user 好 引用过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 从这个登录的这个路由里面去做判断了 对吧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删掉 跟那个都是一样的 然后做判断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要需要获取用户名和密码 用户名和密码 就是这个user name和password 它都是通过post data的方式传过来的 所以说我们直接可以通过什么 直接可以通过user name password 然后通过这个request.body来去获取 这样就OK了 因为post data全部在这里面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解雇的方式 把这里面的这个user name和password 这两个信息给它取出来 然后呢 我们去执行这个login的文件 我们还是改个名字吧 比如说我们叫login check login这个名字啊 可能和其他地方有混用 比如说反正这个名字很常见 所以说我们简单改一下 login check 然后把这个user name和password给它传过去 好传过去之后啊 如果正确怎么样啊 如果错误怎么样 当然前提我们还要 把这个success model和这个error model给它拷贝过来 好拷贝过来之后 如果成功啊 我们就返回一个newsuccess model 如果失败了 如果不成功 就返回一个newsuccess model 然后写一个信息叫登录失败 OK保存 这样的话我们就写完了 写完之后我们还要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 然后到postman里面 把这个路由改成apiuser login 然后body里面呢 写一个比较json的形式 叫user name等于张三 然后password等于什么 等于123 好这样的话 我们去send一下 大家看 好返回的还是lw等于0 然后如果我们随便改一下 比如说password不是123 password是122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去send一下 好大家看返回的是什么 是error number等于-1 然后message是登录失败 好 整个的这个路由处理 就算是已经写完了 不管是这个blog.js的 还是这个user.js的 所有的路由处理 我们都已经写完了 写完之后呢 而且我们建了这个controller的 这个文件夹里面 controller里面呢 我们建了这个处理 假数据的一个逻辑 虽然说现在还是假数据 对吧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接下来在讲数据库的时候 马上就会把它变成真数据 因为我们要一步一步来 好到这儿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我们可以把文件夹全部收一下 然后我们回到ppc中 就是整个 使用node.js处理 htb请求 然后到处理路由的这个情况的一个总结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node.js处理 htb请求的一个常用技能 就是那些基本的一些技巧 比如说获取message 获取url 处理路由获取这个url参数 以及获取这个posta data 这一些 另外就是一个新的工具 postman的使用 当然可能对于一部分同学来说 postman可能已经比较常用了 但是我们这儿呢 还是要作为新的介绍一下 然后 node.js开发博客项目的接口 暂时还没有连接数据库 是假数据 暂时还没有使用登录 什么地方都是假的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已经把这个接口都给你跑通了 对吧 不管是通过浏览器也好 还是通过这个postman也好 都已经跑通了 这是我们做这个项目的第一步 最后呢 就是理解为何要将router和controller进行分开 这个理解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之前说过router 它是只管路由相关的 就是来了什么路由 我就分配什么数据 至于这个数据是什么样子的 我不管 而且来了什么路由呢 我还要保证这个数据正确和错误的格式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iron number的一个标准 iron number等于0就是正确 iron number等于负一呢 就是错误 而且返回的数据里面呢 有data有message这些信息 对不对 然后controller呢 controller它就是用于处理数据的 就是说 我只管处理数据 跟路由的其他信息我不管 来了参数之后 我通过参数给你处理数据 出来的数据之后把数据返回 至于这个数据对应什么路由 以及你怎么去包装 最后返回给客户端 这都跟我没关系 所以说 一个rooter一个controller 他们就分别去处理路由的信息 以及这个数据的信息 这样的话就分开了 而且分的比较清晰 如果是以后再做一些扩展 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构建 这样的话就会比较简单了 因为你不分开 如果是放在一块的话 这样时间长了就越则越乱 OK那客户到这儿呢 我们先告一个段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讲 怎么去连接数据库 我们不再使用假数据 我们要使用真实